在过去的六个小时里,又传来了多条和火箭有关的最新消息,一起来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吧。 第一条消息是关于莫雷的,相信有些人已经知道了今年夏天,76人曾经接触过莫雷,希望他来担任球队的新总经理,最近关于这件事的一些内幕被披露出来了。 根据NBA记者Kevin Armowitz的爆料,76人和莫雷的谈判其实已经进行到一个比较深的地步,而不是之前报道的紧接只是简单的接触,莫雷自己也很真正的考虑过加盲76人的问题。 但是这位最佳经理,最终还是拒绝了对方的好意,选择留在休斯顿,而76人之后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,不得不选择没有经验在埃尔顿布兰德来出任总经理。 可能有人要说了,火箭的环境比76人好多了,莫雷根本没道理离开休斯顿,其实仔细分析下来,火箭目前虽然实力很强,但他们的心经空间被哈登,保罗的两份超级顶心机占了一大半,这支球队如果本赛季不能夺管,以后的日子恐怕不好过了,而76人不但拥有三位天才球员, 还有足够大的心经空间可以操作,而东部的竞争比锡不小多了,76人未来很可能成为顶级强队,所以他们对于莫雷其实是很有吸引力的,还好莫雷是个念旧的人,他在火箭当了11年的总经理,对这里有了感情,最终留了下来,所以火箭真的是差一点就失去了核心,虽然这支球队是哈登和保罗撑起来的, 但是如果没有莫雷,这两人也来不了休斯顿,所以他也是火箭的核心之一 第二条消息是关于哈登道,他最近又做了一件好事,根据火箭机制维根的消息,上赛季MVP的主哈登把联盟发给他的奖品 一辆小轿车,捐给了休斯顿当地的儿童刺杀机构,虽然可能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,毕竟哈登那么多车,根本用不上,不如转手送人 但是至少也要他有这份心才行,哈登是由他的母亲一手带大的,从小就感受了底层人的痛苦 所以当他发达之后,始终没有忘记给那些处于困难中的人提供帮助 这一点相当难得,毕竟没有人逼着他这么做,第三条消息是关于德安东尼的 火箭的这位主教练,今天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表示目前只有奈特和周琪没办法参加训练 其他人都有机会出战队体股的比赛 德帅对于球队前期的备战工作感到非常满意 德安东尼在采访的最后特别提到了几位新来的球员 他们分别是安东尼,詹姆斯,尔尼斯,麦卡威和辛秀克拉克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,前三个人,是肯定要受得重用的 他们会在常规赛一开始,就得到很多的出场时间 而辛秀克拉克虽然目前只能暂时去毒蛇打球 但他已经赢得了主教练的信任,不出意外 这位洛选秀几级轮换只是时间问题了 而这武器就算恢复了,也只能先看着,凝水机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